服務偏鄉平病的鄉親 慈濟越南的落處 定期下鄉舉辦議診 這一次的場地選在平陽省 有了前一天的充分準備 議診當天的工作分配 就格外順暢 六個特別的服務 前來求診的多數是老人家 志工都一一陪伴在旁 八十五歲的阮氏中信 被好幾個慢性病困擾已久 加上腿腳沒力 這天滿臉愁容前來 但看過診後以破涕為笑 志工分成多組人馬 有的陪診 有的在後診區服務 即使站了一整天都沒喊累 除了一整節病苦 慈濟志工也為求診的民眾 準備了物資包作為結緣禮 大家帶著效益而歸 期待於慈濟人的緣分 很快能再續 大家新聞 這是美志工 越南報導